八年前他命玄生死一现 他不顾一切倾心相救 就是火羹我要帮他捞他 八年后却换成了他 站在悬崖边 血缘至今 八年的命运交错 他们究竟会如何选择 这看起来还真是世界奇迹 不是很有还钱还物 还有还古谁的 敬请收看传奇故事之 一命还一命的兄妹 各位观众大家好 欢迎您收看传奇故事 我是主播金飞 一命还一命 这话一般都出现在一些 武侠小说里头 一位比较耿直的大侠 对于曾经的救命恩人 要报恩 那就以命去还 这是所谓的江湖侠义精神 或许有人说这样的事 也就是在武侠小说里头 现实生活当中 应该不至于有 一方面以命救人 这本来就少 另外一方面就更别说用命来报恩的了 但是今天我们要说的这件事还真就有这么点味道 这个人叫王灵 这个人是王江 八年前 王灵救了王江一命 偏偏八年之后 王灵又性命危在旦夕 于是王江又不顾自身安危 甚至冒着救病复发的危险 毅然来救他 您说这是不是一命还一命 只不过他们之间 依仗可不是什么狭义精神 而是一份源于骨血的爱 具体是怎么回事 我们从头说起 八年前在江苏省南京市 刚从医院拿到检查结果的王江 正愁眉不染 因为他被诊断为重型再生障碍性贫血 因为造血功能衰竭 他还伴随了出血和感染的症状 随时都会有生命危险 有了病当然就赶紧要治了 可是王江这病的要想彻底治 只有一个办法 可能您也听说过 骨髓移植 也就是骨髓配型成功的人 给王江捐献骨髓 可是您会说了 骨髓配型能成功的人好像不多 但是好在王江他不是独生子 他有三个兄弟姐妹 现如今就住在离南京不远的 江苏省的东海县 而大家一听王江病了 几乎没有一分钟的耽搁 都纷纷赶到了王江的身边 当时我们对着知识很少 就知道这个是个非常严重的病 我们就是开车 直接就去了 到医院去找那个配型的地方 好在配型结果让人惊喜 四妹王林的配型与王江一致 可以为王江捐献骨髓 这结果让王江所有的人都松了口气 接下来医院就决定尽快抽取王林的骨髓 其实抽骨髓只是我们通俗的说法 医学上叫抽取干细胞 但每种干细胞它存在的地方是不一样的 比如说医生最初只叫王林捐献外周造血干细胞 这是哪种干细胞呢 在这解释一下 干细胞是由骨髓大量生成 其中少量的干细胞被释放到了血液当中 这就是外周血干细胞 所以这种干细胞只要从手臂上抽些血 然后通过这些血液提取就可以了 这过程很简单 王林赶紧就配合医生进行了抽取 并且一心盼着哥哥王江康复的那天 可是没想到没过几天 医生又找到王林 说情况有变了 咱们呢 原来王江的病情发展超出了预料 只采集外周血干细胞 有可能没办法 完全确保王江的痊愈 如果要保险的话 还是得采集王林的骨髓造血干细胞 听起来这跟外周血干细胞 复合差不多 但是抽取的方式那是差太远了 骨髓存在的地方是红骨 或者是骨骨的骨髓腔里头 所以要想得到骨髓造血干细胞 就得把针扎到红骨或者是骨骨里头进行抽取 虽然说对身体肯定不会有危害 疼痛也在常人能够忍受的范围之内 但是对于王林来说却有点不一样 腰肌的长期疼痛 让王林几乎到了有人跟他提到腰 他就发颤的地步 所以抽取骨髓的确让王林相当害怕 有人就说了王林就先别抽了 先让哥哥王江试一试外周血干细胞再说 也不一定就不行 当然了这话也传到了王江耳朵里头 起初王江的妻子还挺怕 怕王林临阵退缩 但是王江却丝毫不担心 这个没有 因为我们姊妹之间的这种感情 他不是说遇到一世或者是一天 能考验出来 因为我们之间这种情感 确实从大代表人家的血浓于水 我坚信在我们家庭不会发生这事情 事实上王江这么说也不是没有原因的 王江一直以来家风都特别和睦 父母虽然只是普通工人 但是对他们兄妹几个都是教育诱加 兄弟姐妹之间从小更是相亲相爱 而王江也的确没有说错 王林虽然特别害怕 但是他却一无反顾 我没有动过这一点点念头 当时是真的 对这个哥哥我自己跟就是心眼 真是能爱你没商量 用这句话来说 就是火坑我要帮他捞上来 一个月后 王林正式上了手术台 开始抽取骨髓造血干细胞 尽管事先已经在心里头做了充分的准备 但是整个过程还是让王林明信客户 两个男医生一边一个嘛 然后每次才抽20好克 每次要查进去抽出来 查进去抽出来 大概有三个多小时吧 两个男医生抽了三个多小时 酸症啊 医生说你要注意啊 你不要认为外边皮子就点真眼啊 所以里边都打成麻风窝了 他医生自己都跟我这样说 他以后就是当天晚上 被子我爱嫂当时在给你 被子铺的盖子全湿了 身体很虚弱 抽的是1004毫升 2009年11月19号 从妹妹王林身体里头采集了 1000多毫升骨髓造血干细胞 和200多毫升 和200多毫升外周造血干细胞悬浮液 一点一滴地被输送进了哥哥王江的体内 王江说他永远忘不了那个瞬间 当时我妹妹那个骨髓造血干细胞 移植的时候 因为我当时化疗了它整个的指标 可能都归零了 被杀了 我感到移植的那就是一岁年啊 就是一种 一种甜滋滋的这种味道 就是还记住体内了 当时有那么一岁年 干细胞当然不会真的有味道 这份味道是来自于妹妹王林跟哥哥的爱 来自于兄妹之间的紧密相连的血缘 所以说呀 血脉亲情越是在最危机的时候 越是能够显现出它的珍贵 而接受了妹妹的造血干细胞的这个王江 很快就感受到了体内那股旺盛的生命力 在第22天的时候 就是我的体内就是长出了新鲜的东西 这个东西呢就是应该说就是我妹妹的 一直到我体内的骨髓和东西干细胞所发生的原因 半年后王江终于康复出院了 这个时候的他可以说是真真正正的 是个健康人了 甚至还回到了他从前的这个警察岗位上 只不过只有他自己知道 他整个体内就疯一生 由于用的是妹妹 王林的造血干细胞 所以王江身上有99%的骨髓都是王林的 并且他以前的血型是AB型 但是现在已经跟王林一样成了A型了 这似乎在时刻提醒王江 他这套命是妹妹王林给的 一方面是记着妹妹的救命之恩 另外一方面呢 王江其实还有另外一层心思 那就是他总是有一种奇怪的感觉 他总觉得这次丛生似乎分走了妹妹的生命力 他成天担心妹妹的身体 应该说是天天也是被他提醒掉的 一定是从自己的体内抽出来的精髓 然后我就想会不会感冒 会不会带来一些身体的其他不舒服 当然了在这里必须得说明一点 现在的医学已经证实抽取骨髓造血干细胞 不会对捐献人造成任何的健康隐患 之前无数次的捐献实力也证明了这一点 但是王江说实在的 他是出于一种亲情之间的牵挂 特别是从妻子但里得知妹妹抽取骨髓的时候 所承受的痛苦之后 他真是有点关心责乱 我的情绪确实有变化 因为我时刻在想他是为了我 如果不是为我 他不会有这样那样的痛苦 可是王江是王江的想法 在王林这儿呢 他却有着截然不同的考量 别说要哥哥成这份情了 他甚至都不愿意再提这件事 没 一次也没说过 跟我哥家也没说过 跟我小哥也没拉 我怕触动他嘛 我又怕说 怕他感到心里头有内疚呢 我不能让他再回忆那个事情 他们谁来我都笑呵呵的 我心里当时这么想的 怎么说呢 就好像我做了一件最伟大的事情 我救了我哥 我心里是非常快乐的 能救至亲一命 又怎么会不高兴呢 只是有些时候命运总是爱跟人开玩笑 王林无论如何都想不到 8年之后 2017年的5月3号 王林突然全身无力 连走路都走不稳 在医院进行了全面检查之后 他竟然会听到这样一个消息 而王江他怎么都不敢相信 自个儿8年以来的担心 居然成真了 刚才我们说到8年之后 妹妹王林突然全身无力 到医院去检查 医生说的那话 简直让王林不敢相信 他居然得的是急性淋巴细胞白血病 而且情况相当危急 这对王林那是犹如必利的 当时我脑子一下空没了 当时就当想 想就是怎么就是 他腿也打软 王林一下子就想起了8年前 他听到哥哥得病的那一刹 你是这样的腿发软 可是他怎么都想不到 8年之后居然再次听到了类似的消息 虽然跟哥哥的情况不同 但同样都是血液病 王林只能感叹 实在是老天不公 怎么病全都到他们家来了 而王江那边 当他得知妹妹王林的病情的时候 更是震惊 我当时一下碰到了 我有时候会怎么想 如果没有我 他救了我 他不可能有解决 为此王江还专门去咨询了 医生 事实上医生也跟王江解释了 王林这病肯定不是因为当年捐献骨髓造成的 如果非要说 只能是说事事太过巧合 的确是太巧了点 亲生兄妹先后患了血液病 但是有时候就这么的无巧不成熟 当务之急 那还是治病要紧的 而王林这病如果想要治愈 只能有一个办法 那就是和当年的王江一样 接受新的骨髓 医生说对移植 如果不移植 就是寿命在三到六个月 而听说这个情况的王江 可以说没有一丝的迟疑 第一时间就站了出来 我当时跟骨髓院的杨主任打电话 我说我妹妹是不是跟治 跟我一样必须要一直 她说是的 我说那行 我说有啊 后来嘛 我就跟我这个妹去 还有我俩哥哥 我就说了 我说你们放心 当年妹妹毫不犹豫地救了哥哥 作为哥哥的王江 同样觉得自己 不管是从情感上还是道义上 都应该义不容辞 她同样要救妹妹 这份心我们完全可以理解 并且从医学上说 王江体内的骨髓 本身就是妹妹王灵的 再重新回到王灵体内 那排异性肯定是最小的 但是别忘了 王灵当年能救哥哥 那是因为他身体健康 从来没有得过什么大病 但是王江呢 他并不是一个普通人 他是一个曾经的重病患者 虽然已经痊愈 但是再次捐献骨髓 这可行吗 主要是我是因为康泡 还没有达到 可能像完全正常的人的状态 他们怕到时候 万一用我的以后 就是再把我的身体 如果说再高垮了 那就说两百多长 当时这个状况呢 因为家里边 他们也是顾虑重重 万一王灵得救了 可是王江再次倒下了 那不就等于一命换一命 要知道对于王家来说 谁也不能少 所以这仍然不是万全之策 甚至于大家也想过 赶紧去骨髓库 再找其他合适的配行者 只有这样才能既救王灵 也不让王江冒生命危险 说到这儿呢 大家可能会好奇了 大家这么想 是不是有点不让一样 要知道当年王江那命 可是王灵救的 这样做王灵不会心寒吗 但是大家或许想不到 第一个不同意 王江捐献骨髓的人 恰恰就是王灵自己 当时那个医生不是说 要我哥再给我骨髓吗 我找医生 我说要再给骨髓 我不治 我宁愿不要命 我要不能让他 替我受这么大贼 以后要 他万一要有个后遗症 那我一辈子就不安心 欠就一辈子 人家现在有孙子了 儿子一家人 信信夫夫的 咱们常说骨肉亲情 或许这就是最好的体现 你担心我 我担心你 谁也不愿意 对方受到一点点伤害 甚至为此 不惜让自己的生命冒险 这种感情 多么的弥足珍贵 而在王灵这样的坚持之下 王江先退了一步 他表示 他同意先在骨髓库寻找配型 如果没有 他再上 遗憾的是 少了一圈下来 医生并没有在骨髓库里头 找到王灵 幸福配型 这对王灵来说 无比难过 可是王江却隐约的 还有点高兴 他甚至有一种感觉 觉得谁救都不如 自己来救妹妹来的安心 我总感情到 我说我挺得 反正这个流淌的是他的 那比如说 他的东西 在他的身体里边 不会有任何问题 很快王江就开始做骨髓捐献的准备了 没商量 他该怎么做还怎么做 他自己就找医生去抽骨 就是要检查抽骨什么 他也没跟我说 他就说 哎呀你放心妹妹 说我身上就是你的 我就那个 我就想哭 我们家也要遇到什么大事 因为我父母没有什么文化 为什么都是三个哥哥在一起一商量 甚至有时候不商量 老大说 做什么做什么 王江是一心想救妹妹 但是这一切又没有那么顺利 没过几天 又一个意外接种而至 医生突然有了个推断 那就是王江和王灵先后得了血液病 这样的巧合 有没有可能是因为基因在作怪 也就是说 兄妹相似的基因 导致他们患血液病的风险上升 如果是这样的话 那么王江就不再适合成为捐献捕骨髓的人选 这个推断让王江无比的担忧 万一是真的 那么妹妹江再也没有合适的骨髓了 面临的那就是生命之危 并且他自己也很有可能再度患上血液方面的疾病 而王灵更是泪如雨下 一方面他担心自己 另外一方面还要为哥哥的未来担忧 我当时眼泪 我那几天就哭 所幸的是老天并没有再折磨这一对兄妹 基因检测结果显示 他们没有这方面的缺陷 最后结果那是非常好 我来医生是同意了 捐献骨髓计划得以继续实施 只不过王江不知道的是 王灵背着他其实悄悄的嘱咐了一生一件事 那就是只抽取哥哥王江的外周血干细胞 而不抽取骨髓造血干细胞 事实上如果王灵接收的只有外周血干细胞 那病育的成功率只有75% 而如果使用的是骨髓造血干细胞 那康复的成功率将在99%以上 但是王灵态度坚决 他不愿意哥哥再经受巨大的痛苦 他更要把哥哥遇到的风险 这个可能性降到最低 对呀我怕救不活他 我想小孩才11岁 这个小儿子帮他弄成人 我就满足了 2017年12月11号 南京古乐医院血液科的病房里 医生安排王江采集了外周造血干细胞 就在当天从王江体内抽出的300多毫升外周造血干细胞 已经开始恢复 又过了几天 王灵甚至可以出院回家了 听到这个消息 王江说他当时几乎都流泪了 甚至比当年自己从死亡边缘走回来还要高兴 而他说他永远也不会告诉美 当时在采集外周造血干细胞的同时 他已经开始做了采集骨髓造血干细胞的准备 并且进行了相关的初步检查 王江说如今这件事会成为一个秘密 被他永远的埋藏下去 就像妹妹永远不会亲口告诉他 当年抽取骨髓造血干细胞的痛苦一样 他也不希望妹妹有所负责 有所欠进 如今的王林和王江都已经相当下来 各自的生活也非常容易 而经过这么一件事 不仅是王林和王江 整个王家彼此之间似乎都更加的相亲相爱 所以说当时有时候我跟人家开玩笑 我说这个灾难落在我们这个家庭 我说这个七年两次 但是呢我说这个灾难来的时候 我们这个整个家庭能够把这个灾难能够拖住他 能够相互关心 全力以赴 能够把这个不幸能够弄给他顶回去 王江说的没错 有难咱不怕 能够拖住 能够战胜灾难 这就是好样的 而在这其中推动他们团结一致 能够让王江和王林携手并进 同舟共济的正是亲情的力量 而得知了王江王林兄妹的经历的人 无意不觉的稀奇 的确兄妹先后患上血液病 还有互相捐献骨髓 互相救命 这实在是太少见了 我那天我跟我哥说 我说世界奇迹 这看起来还真是世界奇迹 我说还有还钱还物 还有还骨髓的 这就是奇迹 但是反过来想想 何尝又不是必然的 咱们可以做个假设 如果当年在王江得病的时候 王林稍微迟疑一点 又或者害怕一点 没有捐献骨髓 那么王江或许就不能够得救 那么八年之后 王林患病的时候 又有谁能够来救他呢 所以说老话讲的没错 善有善报 对亲人多一点 爱对他们多一点 关怀对这个世界多一点 善意那么你也会耗人一生平安 OK观众非常感谢您收看今天的传奇故事 如果在您身边什么新闻发生的话 欢迎您通过屏幕上的聊聊方式告诉给我们 好了我们大家一起来关注 如果您还想收看到更多精彩节目 那就请到各应用市场去下载手机 将一台客户端 好 各位观众再见 我们下载手机